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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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最终却被导师那英淘汰掉了 没有成为节目中的王者 本以为没有获得冠军头衔会让周深一蹶不振 然而气馁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他不断地努力 成为热门影视剧中的现场专业户 这两年的周深因为实力强口碑好 成为各大综艺晚会的香波波 周深连续四年受到央视中秋晚会邀请 打动人心 在央视中秋晚会的彩排现场 周深带来了一个打动人心的结果 原来 周深用四川方演唱戏枪板 大于可谓是意味深长 对于周深来说 这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更是自己进步向前的美好体现 毕竟 歌手在学习才会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 当周深演唱看海天一色 听风气雨落 执子手吹散舱茫茫烟波 动听的声音感人至深 而歌词的真谛也让人回味悠长 其实 对于歌手周深来说 每一年参加央视中秋晚会 他都会带来耳目一新的歌曲 这是他后继勃发的体现和见证 毕竟 周深已经连续参加央视中秋晚会有三年了 从2020年的左手指约 到2021年的繁星璀璨的天空 再到2022年的I.C.S. 周深带来的深情一唱 总是能够引来观众的共鸣 央视中秋晚会探班周深的演出细节 带来了90后歌手进步成长的体现 因为歌手的成长 正是需要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有多少进步 如今周深继续出现在央视中秋晚会上 这就是实力的体现 他已经多年出现在央视各种大型的综艺节目中了 如今的周深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型晚会宠儿 第三点 撒贝宁以何种身份出现成迷 每年的央视中秋晚会除了表演嘉宾 另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豪华的主持阵容 可能节目组想把悬念保留到最后 目前并没有公布主持人阵容 可是在表演嘉宾的名单中出现了撒贝宁的名字 这让很多观众很疑惑 他在节目中会担当主持人 还是会跨界表演节目呢 目前还是一个谜团 第四点 杨幂成挑战者 杨幂作为当红的艺人 参加中秋晚会并不让人奇怪 奇怪的是他今年的节目有一些特殊 与实力派歌手黄启山一起合唱 提到杨幂因为现唱的爱的供养 被很多人质疑唱功不佳 如今和黄启山合作 相信会有很大的挑战 不知道杨幂能否挑战成功 但愿不要被黄启山比得太惨了 第五点 孙岳改变经典 孙岳在歌迷的心目中绝对称得上是天后歌手 只是在事业的巅峰 他过上了半隐退的生活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之中 一首动听的歌曲 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歌手 以及一个坎坷而感人的人生故事 这些元素构成了我们铭记一生的经典 孙岳这个知名歌手 以1994年的一首 祝你平安 走红大江南北 如今 尽管时光已过多年 这首歌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吸引力 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之作 孙岳的嗓音清澈动人 被誉为一代歌后 他演唱了众多经典曲目 如好人好梦 我心飞翔 大家一起来等等 这些歌曲成为了时代的精华 传唱至今 他曾荣获数十个唱歌大奖 事业一路顺风顺水 但在感情方面 他的生活却饱受波折 孙岳的早年生活背景 培养了他的才艺 成为了一名文工团的文艺兵 但除了才华外 他性格活泼 小时候甚至爱打架 这个坏毛病 在他成为文工团议员后 逐渐改掉 他接受了专业的美声训练 唱歌技巧也突飞猛进 1990年 孙岳凭借一首歌 在全军战士唱歌大奖赛中脱颖而出 获得三等奖 随后他荣幸退伍 回到哈尔滨 参加了文工团的招星 然而文工团的生活并不富裕 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孙岳不得不接兼职来养活自己 在一次录制翻唱专辑的机会中 他获得了五千大洋的酬劳 这个经历让他感受到 人生的巅峰与低谷 1994年 孙岳决心演唱 祝你平安 尽管版权费高昂 他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甚至背上了巨额债务 然而这个决定成就了他的事业 使他跻身一线歌手行列 然而他的感情生活却并不如意 孙岳与经纪人居鹏之间的感情曲折而复杂 尽管他深爱居鹏 但居鹏已婚 这段感情一直备受质疑与嘲讽 不幸的是 居鹏遭遇了一场悲剧 意外身亡 让孙岳痛不欲生 他成了公众眼中的第三者 生活陷入低谷 然而 孙岳并没有永远陷入痛苦中 他在一次聚会中遇到了作词人张俊 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帮助孙岳渐渐走出感情的阴影 但再次恋爱 他再次陷入失望 因为张俊也有自己的感情纠葛 直到一次酒会 孙岳遇到了吴非洲 这个富豪对婚姻有了新的态度 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过简单幸福生活的人 他们相爱并结婚 孙岳在家庭中找到了幸福 渐渐隐退 将重心放在了儿子身上 尽管孙岳的人生经历了坎坷和波折 但他最终找到了真爱和幸福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遭遇多少困难 只要勇敢面对 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 幸福终将降临 总结起来 孙岳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曲折和感人的故事 他通过坚韧与勇气 最终找到了幸福 他的故事启示我们 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 都不要放弃追求梦想和幸福的信念 这也是他一生的铭记 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